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根据上一次我们讲的Hagen's Principle 每一个坡面上的点都是一个新的点光源 而点光源所产生的就是一个球面坡 所以我们说假如我们拿以前的光是直径说来讲的话 如果这里有一个光源 它的光是直径的 都是走直线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如果把光线挡住 我们后面摆一个屏幕 那么这个光一定只有 这个上面是亮的 对不对 这个上面是亮的 这底下都是暗的 如果根据光的直径说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在从实验发现 这里当然是很亮了 但是这里不是就是 不是马上就变暗 它是还是蛮亮的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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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亮度啊 慢慢的衰减下去 既然这里会有亮度 那就表示这个光还是有一部分会跑到这里来 那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那么就好像说这个光啊 会绕会绕道而行 到了这里你挡不住 它会绕过来 这个叫绕色 那么这个直径说 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但是我们泼的理论就可以 泼的理论是这样子 如果这里是一个source 它产生的是球面坡 产生的是球面坡 这个是它的ray 这个是它的ray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摆一个屏幕 那你如果在这里把它挡住了 这里我们用一个东西 把光线阻挡了 阻挡了 当然这里是亮的 你根据直径说 也可以说这里是亮的 根据泼动说 也可以说是亮的 但是这里为什么会亮呢 那么根据泼来说 就可以讲得通 因为坡认为 这个坡面上面 每一点都是一个新的点光源 都是一个新的点光源 那点光源所发射的是球面坡 球面坡 那么球面坡 它就是四面八方发射了 比如说这个是它的ray 它四面八方发射 当然这里都会亮了 这个亮度会跑到这里来 又跑到这里来 那么这个球面坡 它也有一道光会往这边走 这个也会往这边走 所以说这边是有光坡 照射到这些地方 所以它也不是马上就变不亮了 它是逐渐的 它的亮度在衰减 那么这个就是光的绕色 我们用物理光学 用光的坡洞学 那么可以解释得通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绕色现象 我们要看绕色现象的 通常有两种绕色 我们要介绍的 一个就是fresnel diffraction 一个是front hover diffraction 我们先看什么叫做fresnel diffraction fresnel diffraction 就是说 我们的光呢 由一个点光源 发出球面坡 发出球面坡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摆一个 在这个地方 我们摆一个单峡缝 比如说我在这里摆一个单峡缝 那么这些坡啊 都被挡住了 坡的这个部分都被挡住了 只有这个坡面呢 能够通过这个单峡缝 单峡缝的宽度啊 我们假定是A 双峡缝我们用D来表示 这个用A来表示 好 那么 这个光波从这里过去以后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摆一个屏幕 摆一个屏幕 那么这个上面呢 根据Hagen's Principle 它可以当作是有许许多多的 同步的点光源 这同步的点光源呢 我们刚刚讲 它是球面坡 但是它的ray是一个辐射状的 辐射状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P点 好 这里也有一个 这个点光源 有一道光线会射到它 对不对 其他的往别的地方射 好 这个点光源 也有一道会射到它 这个点光源 也有一道会射到它 于是那么这些 这些点光源呢 就会它射到这个点上的这个光线 因为它的光层不同 光层不同 于是在这里就产生干涉 干涉的结果呢 会有亮纹 会有暗纹 那么于是这上面也会有 这个亮纹暗纹的分布 那这种的干涉 我们称它叫做 fresnel diffraction 但是这种干涉很难处理 因为从这里过去的 这个光层呢 很不好算 这每一条 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 都不太好算 因为你要很准确的算出 这个长度来 所以这个不太好算 那么fresnel diffraction呢 在现阶段 我们是不去仔细的去讨论它 我们只是讲一些现象 让各位了解 我们要讲解的是 比较容易处理的 from hover diffraction 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个 fresnel diffraction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点光源 一个点光源 它发出球面波的这个光波 那我们在这里呢 摆一个 你可以摆一个珠珠 一个小珠子 你用一个线 你用一个线支撑着摆在这里 一个小珠子 好那么这个光波啊 就射过来了 射过来了 结果你在这个屏幕上面 所看到的一个 detraction pattern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先拿直径说 来画直线 就是说这光线是这么走 光线是这么走 我们发现了 这个后面所产生的这个 绕色的图样 它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圈一圈 一圈亮文 一圈暗文 一圈亮文 一圈暗文 一圈亮文 一圈暗文 是这样 当中是个亮文 当中是个亮文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是一圈一圈的 这个原因就是 你现在摆一个 一个小珠子在这里 好 这个光波过来了 这样子过来了 那么被它挡住 这里 这个地方被它挡住 对不对 好 这里被它挡住 这里被它挡住 过不去 光波过不去 但是这个地方的光 这是个点光源 这也是一个点光源 这也是一个点光源 都是同步的点光源 那这些点光源 我们比如说看中间这一点 它到这里 它到这里 跟它到这里 对称的点 对称的点 这个光层是不是一样 这不是两点 这是一圈 一圈 这一圈上面的点 到这里的距离都一样 对不对 光层都一样 于是就产生亮闻 那么 这一圈 这一圈 到这个地方的光层也一样 所以这里也是亮闻 因此当中这一点 特别亮 因为被挡住的 这个一圈一圈 上面的点光源 到中间这一点 都是同步 都是这个 它的光层都一样 因此它是 instructive interference 所以它特别亮 那么第二圈呢 它到这里 跟它到这里 可能就不一样了 可能就不一样了 它的光层可能就不一样 但是呢 总会有 它是 interview 总是有 instructive interference的 这个机会 也就是说 这个也有这个机会 就是说 这里到这里的 这些点到这里的 干涉 也是一个 加强干涉 因为都是对称的 你这点亮闻 这点也是亮闻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当然两个亮闻之间 都会有暗闻 都会有暗闻 这个就是 diffraction pattern from whole fresh nail diffraction pattern 那你们可以仔细看一看 这个当中是个亮闻 好 那么fresh nail diffraction 我刚刚说过 它很难处理 就是因为 这些线呢 它的光层差 不容易 不容易算出来 那现在我们讲第二种 fresh nail diffraction 这就比较好处理 from hofer diffraction from hofer diffraction 它是 怎么样的一个装置呢 就是我们这里 还是一个单辖缝 一个单辖缝 我们画的大一点 这么快 那现在我们的点光源呢 也是用点光源 但是这个点光源 跟辖缝的距离啊 不是像这个有限的距离 是在无限远的地方 无限远的地方 一个点光源 它的球面波 传播到好远好远 无限远的时候啊 那个球面波 已经变成什么波了 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平面波 对不对 可以看成是平面波 好 那么 所以平面波 这个被滤掉了 只有这个上面的点光源 是同步的 于是它射到这个屏幕上的时候呢 会产生 干涉条纹 那现在啊 我们说 这里到这里是 无限远 无限远 这个距离无限远 我先画一个这个 那么从单峡缝 到屏幕之间的距离啊 也是无限远 也是无限远 那这个就是 Francove diffraction 但是你说 你一个点光源 在无限远的地方 它照射过来的波 固然可以看成是平面波 但是它的强度 已经是衰弱到 不行 对不对 经过无限远 它强度跟距离的平方程反比 那到那里不是强 到这里不是强度已经很弱很弱了吗 好 那我们想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 我不是真的摆在无穷远 而是 我在这个前面 这个前面 把一个突透镜 把一个突透镜 那它到突透镜的距离呢 正好是 这个突 它的位置 正好是突透镜的一个焦距 一个焦点 焦点 那么F就是焦距 我们知道 当 点光源 摆在焦点的时候啊 它所辐射出来的 这个线 经过突透镜以后啊 就变成平行线 这个就变成平行线 我们 几何光学就不讲了 因为你们在高中也学了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谈它了 好 这是平行线 平行线 平行线 它的坡面 就是平面坡 就是平面 它的坡面 就是平面坡 每一条 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呢 就是 它的这个 坡长 于是在这个地方啊 这些点呢 我们可以多画几个 那就是 同步光源 同步光源 OK 这个是坡面 这个是它的锐 光线 光线 然后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以后啊 它射到那里去也是无穷远啊 那不是 也很弱了吗 对不对 强度也很弱 也看不出来啊 那我们也想一个办法 那我们也想一个办法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也摆一个凸透镜 跟这个不一样的 摆一个凸透镜 那么 从这里 到这里 这是一个 它的 浇灭 我们说这个是 一个 focus plane 不是focus point 不是focus point 它是一个浇灭 也就是说 所有的平行光过来啊 这都是平行光嘛 因为它是 这一组 如果这里的一组 是这样子水平的平行的话呢 那它就是 最后会聚焦在这个 正中间 正中间 这个是最亮的一点 最亮的一点 最亮的一个条纹 最亮最亮 最亮最亮 那它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啊 比如说 它不是这样子 它是 它有一道光线朝这边 它也有一道光线朝这边 它也有一道光线朝这边 这个 假定是平行的话呢 那么它聚焦就在这里 聚焦在这里 这是P点 P点 那么这个地方啊 也会有亮纹 但是这个亮纹 比起这个就要 就要按得多了 按得多了 而且它的宽度 只有这个一半 这个时候 这个光呢 光纯插就很容易算出来 我们 我们就 假定 这个到那里 跟这个到那里 都是 好像这样的平行线 一直到无限远 所以它的光纯 就是插在这一段 插在这一段 插在这一段 这个很好算 因为这个都是平行线 对不对 都是平行线 所以呢 很好算 好 现在我们呢 就来看一看 它在P点 产生的 这个强度 我们怎么算出来 我另外画一个图 这个我们就不画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意思意思 画一个 夏丰 绝对不像我们 画的这么宽 夏丰 就是你刀片 我们男孩子 刮胡子 那个刀片 在熏黑的玻璃片上面 画一条线 那个就像相当宽的一个slit single slit 单峡缝没有 没有那么宽 如果那么宽的话 那你这个窗户 不是可以当作单峡缝了吗 对不对 你窗户能不能看到 有干涉条纹呢 看不到 好 那现在 它在这一点 是中间这一点 到p点 假定这个是θ角 这个是p点 这个p点 这个位置就是 以中间这个 这一点作为参考 我们画出来的 a 现在 我们看 这里啊 有好多好多点光源 有好多好多点光源 好多好多点光源 这个点光源呢 往这一边 都往这一边去 然后啊 在这个地方 产生干涉 产生干涉 这些都是同步光源 同步光源 它射到这个地方 每一点 射到这个地方 我们当作 它的墙 它的电场呢 可以当成是 103kx-Omega t 这个后面 因为它的光层不同 我们用r好了 r r就是这个光层 光层不同呢 这个阔谷里头 这个向 小 可能 每一点都不同 但是这个一样 所以 射到这个地方来啊 它有一个 amplitude 就是10 因此 单独由这个点光源 射到这里来的话 它的强度 就是10平方啊 对不对 单独由这一点 传到这里来 也许这个角度不一样啊 但是这个一样 所以它的强度呢 也是10平方 那么 当这些同步点光源 射到这里的时候 它这个会不一样 那就表示说 这一点到这里 跟这一点到这里 它有一个路径差 有路径差 它就有一个向差 有路径差 就有向差 好 那我们就说 你在这个地方的电场 我们先看这个中间的central 中央 中央是同步哦 中央亮文 位置 这个光线 照着中央这个位置啊 同步 都是同步 同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 画成这个样子啊 你 我们现在先暂时分这几个 这里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 其实它分几个都可以分成无穷多个 七个八个九个十个都可以 你 现在我们暂时把它当做七个 二三 我这话太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因为这些光线都是同步 又是平行光 所以到中央的时候还是同步 每一个是一零 好 那么在中央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那么因此这个 一呢 就等于七倍的一零 七倍的一零 好 那么它的强度啊 就是四十九个 一零平方 四十九个一零平方 OK 强度是这个 如果你不是到这里 是到这个地方 那每两个点光源之间 那每两个点光源之间 它们会有相差 它们呢 会有这个 Face Difference 当然你也可以当作它是有这个 会有这个路律差 比如说到某一点 如果它每一个跟每一个之间都有一个相差 都有一个相差 好 那么于是这个是 比如说 IEP 这每一个都是一零哦 每一个都是一零哦 那你这个一P跟一零有什么关系啊 它的向量核 向量核 你要按照向量核去做 那就看你这个 当中是差多少 但是我们知道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这个角度就是它的 这两个光源到达这里的时候 它的相差 就是总相差 我们用Delta来表示 Delta来表示 如果你只分成七个 八个九个 甚至二十个 你这里都是一个多边形 都是多边形 但是你如果把它看成无限多个 无限多个 但是你要注意啊 你分的越多啊 每一个一零就越小 每一个一零就越小 它总是有一个总数了 就是说总数是这么多 你分成七个正好是一个 你分成一百个呢 只要被一百来除哦 好 那如果你很多很多的话呢 分成很多很多个点光源 那么它就不是这样一个多边形 它是一个圆弧状 这是一个圆弧 圆弧 OK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这个夹角就是Delta 就是Delta 好 那么 从这里 到这里 这个就是它的 Total 1 总1了 总的1 OK 总的1 那我们就要算 这个总的1 这个时候 它的平方就是它的强度啊 那就看你这个 你那点在哪里 这个相差是多少 那么那个强度跟 总相差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